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青团 我们做花生白砂糖馅的青团 花生用擀面杖碾碎和细砂糖拌在一起 然后菠菜等会烫熟要搅碎 一杯水 室温的猪油 还有我们今天准备一个cup的糯米粉 接下来就是corn starch 玉米淀粉 这个淀粉哈 我不喜欢放太多 因为淀粉呢 冷却以后它就会变得硬硬的 那淀粉放在糯米团里的主要作用就是 让它定型 让糯米不要这样趴下来 所以你不喜欢硬硬口感的话呢 你就尽量少放 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那比方说你的面粉是100克的话 那你不要超过30 你可以变按时15往下走 现在我们就先来和面做平 一杯面粉差不多是140克 我这边都有做标记 然后我会加入差不多10克左右的淀粉 加水和匀 水差不多是1比1 比方说面粉是150克 那么这个水就放150cc左右 那我们还有还有淀粉啊 所以说你多加个10 爱时都没有问题 和匀以后最后加一勺室温的猪油 猪油可多可少 多一点没关系 因为等一会儿我们外面要包很多油 这样搅拌均匀 那和匀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手这样直接这样菜 那这个时候面团应该是一个软固体吧 比那个糯米汁的那个面浆要厚实很多 顺便8碗尽量也弄干净 我们就不换容器了 直接用这个去蒸 水开就上锅蒸 这样薄薄的 随便怎么样15分钟就足够足够了 然后这里水也开了 我们就烫菠菜 菠菜一下水一怀怀就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捞出 清水过过以后 放在搅拌机里打成泥 然后把冷却的菠菜 放到搅拌机里面 如果实在打不动 就加一点点水 不停的检查 直到它打成变成泥 那如果你水放太多的话呢 我们就要过滤 我们只取它的菜泥 然后把这个菜泥倒入滚滚烫的糯米团里面 趁热不停的搅拌 这是做青团相对来说最费时间的一个步骤 这样一直搅 搅到它都变BB绿了 让它凉着 这个BB绿的做出来超漂亮的 那传统做法是先包再蒸 这样的话呢就省很多力 但是呢那个麦相就没有这个绿绿的漂亮 带到全部冷却 我们戴上手套 再这样把它揉均匀 然后我们再把它捏成一个一个等份 然后一个个小弹把它弄圆些 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够圆了以后就把边摊平 跟包饺子一样 要中间后边上薄 然后我们勺子要用小一点的 按一下 再按一下 然后 然后 把它捏起来 这样接口朝上放在保鲜膜中间 这样包的话 我们还可以包水果的 我们可以包香蕉 芒果 草莓都可以 我们现在做一个香蕉的 香蕉不够甜 然后呢我这个皮上面又没有放糖 所以我们可以放一点蜂蜜 在底下 撒上一点蜂蜜 然后放入一个香蕉 一片 然后把它裹起来 香蕉馅的 刷上油 刷大油 让它露露露露露到前面去 整个青团都覆盖着油 然后这样包裹起来 就是一个青团 这样青团就算完成了 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在家里做起来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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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